他关乎什么 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政治体制 他跟领导者的风范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庄王上台以后 任用孙书敖实际上树立用正风 孙书敖治理楚国不仅在正史上留下了记载 显示了他过人的才干 而且在民间传说中也体现了他治国的大智慧 可以说孙书敖在个人能力上没有辜负楚庄王的信任 他治国有功 那么在个人操守上 孙书敖做的又怎么样 后来的儒家经典对孙书敖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做了好多年官以后 孙书敖家里面还很穷 老婆没有丝绸穿不起丝绸 孙书敖自己穿一个老羊皮敖 家里面的一个车很旧 麻 从来不用粮食为 家里面那些老仆人们就问了 说相爷穿上丝绸 暖和也好看 坐上好的马车 走起来稳 马是为点粮食 跑起来也快 说你老人家怎么好像跟人有仇似的呢 孙书敖就回答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我听说穿漂亮衣服的人坐好的马车的人得有那样的德行 好的马车 好的衣服不是不可以穿 有这样的德行的人可以穿 穿上以后得称其福将得一章 反过来说有些人得不够 穿上好的衣服 坐上好的马车 反而会损伤他的德行 说我自己觉得我的德行不够 我不敢穿那么好的衣服 我不敢坐那么好的马车 或者说养那么肥的马 所以这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在儒家有一部经典 《荀子》这部书里面 讲有一个人 就是在孙书敖另演做了好多年以后 就来问这个孙书敖 他说按照一般的惯例 一个人当大臣当久了 老百姓恨他 百官们也恨他 君主也不待见他 说可是孙书敖你这个人 在楚国当令人 当了那么多年 君主不反感你 老百姓对你也没有恶的评价 世代夫们也很亲近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孙书敖就说 说做官越久 越要谦逊 不论是在君王面前 还是在一般的群臣面前 说这个我是努力在做 当官越久 放入越后 那些钱 那些工资越涨越高 说我不敢自己一个人销售这些东西 我尽量的把这些钱发给贫穷的老百姓 对于一般世代夫 有才干的 我也尽量发现 另外我尽量的任用他们到各个适合他们的岗位上去做事情 所以我能现在保持这么个局面 实际上这个故事出自荀子 是儒家的书 就表达了什么 表达了古代儒家对一个人做官 应该怎么样做官 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去处官位 去处权势 去处富贵 这表达了儒家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所以处装王 尊贤上宫 任用孙叔敖 这个事情在战国时期有诸多美好的传说 说这些传说虽然假 但是我们如果是调整一下态度看 实际上他表达了一种中国人 对理想政治 理想的贤明之臣的这种期待 表达了一个好愿望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 处装王任用孙叔敖这样的贤人治国 给楚国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在政治上清廉 百姓也安居乐业 但胸怀大致的处装王 他要的是国家强盛 为未来称霸奠定基础 所以任用贤人 这是他治国的一个方面 作为楚国的一榜手 除了任贤 他还有什么做法呢 我们回过来再说楚装王这位 终于还能够虚心纳戒 有一次楚装王一匹马死了 楚装王英雄本色 英雄爱宝马 那么马死了以后 楚装王觉得很悲伤 就想给这个马多赔葬一些东西 赔葬东西有规格 楚装王说 就仿着一个大夫死了 我们把这个马埋了 结果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 大臣反对 有反对的 但是楚装王觉得 不就是花点钱吗 有点过不去 就不听 这事情就僵在这了 结果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是幽人 幽人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身份 他们是干嘛的 是专门游走于宫廷 还有上层人物之家 说笑话 表演滑稽戏 来取笑的 这批人里边 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有好人 有坏人 我们说 一个人逗人家笑 不容易 智商都不低 在楚装王和大臣 因为在埋葬宝马这件事情上 发生了分歧以后 这个游人来了 这个游人叫什么 叫梦 所以这个人 他的名字就叫游梦 游梦一进了这个宫殿以后 嚎啕大哭 他幽人的本色就上来了 在那儿哭 马死了 好悲伤 楚装王说 终于有个人来 我的马死了 有个人来 调笑来了 然后 见了楚装王就说 我要求 我要求什么 我要求好好埋葬 这个马 怎么也得比一个大夫死了 要隆重 说我们要用玉做的棺材 木头要用紫木 蚊子之木 就是那种很直的那种冷山树 另外 我们要用黄肠提凑 而且我们要把诸侯的这些个 大夫们 诸侯的公卿们请过来观礼 我们要好好的派老百姓去挖一个大大的坑 让民众脱棺材 把这个马脱到坟上去 让诸侯来观礼 好让这些诸侯们明白我们楚国 一条真理 什么真理 在我们楚国是种马 轻人 这就是游人 说说说把这个话就说说 越说越走板 越说越走板 就归荒唐 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 讲出来以后 这个时候楚庄王也就明白了 所以能纳贱 好说歹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实际上我们说以楚庄王这种身份 平时纳贱不会少 一个中贤的人 干嘛要中贤 就是要听取比自己高明的意见 这就是一种心胸 另外 楚庄王好像还是不忘顾旧 这个故事也与游梦有关系 这都是关于楚庄王的一些有趣的话题 说这个孙叔敖 当宰相当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是老了 马上退位了 退位以后 因为他做官 做了几十年官 两袖清风 所以知道自己去世以后 家里边可能就沦于贫困 就说什么 就跟他儿子说 说将来你要沦落了 混不上饭吃来 你去找游梦 他会帮你的忙 结果孙叔敖后来就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 孙叔敖的儿子果然就沦落了 沦落到给人家砍柴火 砍柴火 卖柴烧 这个时候 孙叔敖的儿子就想起了他父亲的话 找游梦 找到游梦 把这个家里情况 于说游梦说 好 我帮你 结果他想了一个办法 去帮孙叔敖的儿子 隔了这么几天 楚庄王在朝 游梦又来了 但是游梦来的时候 他打扮了一下 打扮成孙叔敖的样子 而且他让他儿子 在这之前 游人就让孙叔敖的儿子 说孙叔敖的什么样的情况